那么面对这样复杂的东亚的形势呢 中国又应该如何呢加强自身的建设呢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还在加强这个训练 那么辽宁舰呢现在是在南海的进行训练 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据透露辽宁舰和歼15舰载战斗机 目前在南海的训练和实验任务正式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将主要检验战斗机和舰艇之间的 协同能力和实际作战能力 检验歼15战斗机的实际作战能力和攻击力 歼15战斗机将在未来三到五个月内 进行舰载战斗机航母起降之后 伙伴加油作业 这是验证歼15战斗机在远离陆基飞机保障的情况下 进行远程奔袭作战的基本技能之一 其次歼15战斗机还将进行高海况条件下的起降飞行试验 验证在二级和三级海况上进行战斗机正常起降飞行的能力 确保歼15战斗机可以在高海况下进行正常作战任务 最后歼15战斗机还将进行夜间起降飞行试验和训练 验证歼15战斗机和辽宁舰可以在夜间进行正常的飞机起降 保证歼15和辽宁舰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经过上述试验之后 辽宁舰和歼15战斗机将在明年于南海某海域进行实弹打法测试 进一步验证歼15战斗机在辽宁舰上起飞之后 在海上进行空中作战和反舰作战任务的能力 演练以辽宁舰为核心的编队作战能力 消息人士称辽宁舰未来若干个月将于南海展开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武器系统训练 航母编队具备战斗力需三个方面的能力 防空反导反舰反潜 提升这三方面的能力需要对于相应的武器进行测试